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我这没有录制权限了 我帮你录吧 OK,好的 各位老师,各位嘉宾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光临我的阳情讲座 韩古论经 纵观阳情发展四百年 在这里首先要感谢东方传奇 在海外还继续不遗余力的弘扬发展 推广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 举办了本场意义非凡的阳情讲座专场 在今后 东方传奇还将陆续推出其他更多更好的中国民族 气乐专场及演出 希望能够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注 谢谢大家 好,现在请跟我一起走入今天的阳情世界 提起阳情 提起阳情可能很多朋友并不是很熟悉 大家可能更多听到看到的是 琵琶、鼓针、二胡、笛字等独奏乐器 其实阳情在明代清初的时候就已经传入了我国 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阳情它属于弹波乐器 在世界上分布广泛 遍及欧洲、亚洲、北美洲、澳大利亚 不同的文字名字多达几十种 欧洲的英语国家一般称它为 或者东欧及风行南斯拉夫语的国家叫做 南亚、西亚一带叫做桑托尔 中亚及中国的新疆叫做 下面我分享几张世界各地的阳情图片 让大家对阳情有一个重复的认识和了解 第一张呢是匈牙利的大堂情 OK 你要不要在这儿 用你的吧 好 刚刚介绍了几张 大家看到了几张国外阳情的图片 一件乐器能够遍及四大洲这么多国家 而且各个国家都有它自己代表性的曲部和演奏家 国际阳情大会也举办过多次 足以证明阳情是唯一一个被认为具有世界性的民族乐器 阳情早在14世纪起源于中东、中亚、西亚、波斯等地区 在明代由阿拉伯、波斯一带传入中国 最初在广东沿海一带后在全国流行 目前在国外还有阳情的图类和阳情有较深血缘关系的乐器 如俄马尼亚大阳情、匈牙利等 中国早期的阳情也叫做大型或者蝴蝶情 好,我现在给大家share一下这个早期的阳情影片 好,这是中国早期的阳情 我们看第二章 中国早期的阳情比较简陋 只有两台马子 它的音位也少、风率也比较窄 这是早期的阳情 好,经过逐步的发展 这个现在虽然是两台马子 但是它的音量加长了 它的音量稍微高一些、宽广一些 随着发展 我们一直到了现在 这样的非常完善的402阳情 它一共有四台马子 音语翻广了很多 好,可以看下一张 阳情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构造形式 现在最为普遍运用的就是这种402阳情 在四百多年历史的演变中 阳情在演奏形式、演奏技巧、音乐配合、情体架构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改变 阳情也属建成为我国音乐以及乐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下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阳情的架构 阳情的架构 阳情呈梯形 分琴、琴声、琴架两个部分 阳情音量宏大、音色、优美 有144根弦 具有四个半八度的宽广音 因此阳情可以演奏多种类型风格的乐曲 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 无论用于独奏、伴奏还是合奏 阳情的音色特点都可以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和体现 阳情慢奏时如潺潺流水 阳情快奏时如叮咚悦尔的深雪 犹如大猪小猪过一盘一盘的清脆月 那么弹出这么好听听色的阳情的极弦工具 是什么样的呢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阳情的极弦工具 阳情的极弦工具叫做琴竹 也叫琴键或者叫键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现在的琴竹做得越来越好看了 也有各种彩色的绘图都在上面 以前我们最早我们可以看下一张图片 再早一点的时候 这种琴竹呢都是一个一种颜色 前面有一个气铃心包在这个琴头前面 然后中间有一个竹感、竹身、竹魂 整个构成了一个这个阳琴的琴竹 那么也只有中国的阳琴琴竹是用竹子做成 它具有音色好弹性好轻便易带的特点 由于机弦工具的不断改进和提高 使得阳琴具有更大的演奏空间 阳琴在中国民族乐队中 通常坐在正中间的位置 它的重要性可见一般 它不仅成为我国音乐与乐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同样也成为世界阳琴体系中的一大主力 阳琴传入我国以来 最主要有两个重要的发展历程 一个阶段是1950年到1980年 这一阶段主要对阳琴进行赶阳 并通过历代阳琴前辈们的呕心沥血 创严新发出的阳琴演奏技法 与此同时 新的阳琴作品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最初的阳琴作品一般较为简单和短小 随着阳琴技巧的发展和提高 乐曲也逐步由一个简单的单旋律 发展为一个曲式结构 丰富音乐素材多样化的乐曲 它具有更强的可听性和完善性 阳琴最初的演奏方式是单音机弦 好 在这里我给大家简单的示范一下 我给大家简单的示范 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这叫单音机弦 单音机弦 就是把这个音呢 以下单独敲响 单独敲响 这是最初的一个演奏机弦 叫做单音机弦 好 后来呢 我们又有了新的一个演奏机法 叫做轮音 轮音呢 就是把单音机弦快速的连续演奏 把它成为一条线 像二符小提琴 大提琴一样的拉弦乐器 那它就变成 好 我们就能听到它的悬面 能够连成一片 这是最初又有这种文音的一个技巧 文音呢 也是阳琴的技巧中 非常常见的文艳的技巧 好 接下来呢 好 又出现了这样一种音色 大家听听听 好 看我的左手 好 就是把这个琴竹呢 反过来敲 它的音色呢 非常的清脆 所以这种技巧就够反过出 好 又出现了反注 那接下来呢 又有这个杨琴演奏家 可以继续研发功夫 阳琴的演奏技巧 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演奏方式 好 这个左手 左手在演奏的这种 就要做阳琴的波形 由于各种技巧都不断完善 所以使阳琴的波形 也是越来越好听 取得演奏的最来源 下面我给大家演奏 做一个简单的演奏示范 大家可以看到 擋起 运用它 做技巧 对一个乐曲 在一个段落中 表现的内弹 一首非常简单的一首歌曲 三二三一三一七至 来 なぜ 三一 chociaż 然后 лы一 然后呢 进行反逐工可 双深不谐 某显那 Snapchat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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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思竹的主要的代表人物 江南思竹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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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思竹 江南思竹 江南思竹的歌 江南思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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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思竹的歌 江南思竹 江南思竹的歌 江南思竹的歌 江南思竹 江南思竹 江南思竹的歌 江南思竹 江南思竹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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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樂曲如果全部彈完應該在11、12分鐘左右 所以由於這個時間關係不能夠全部欣賞到這個樂曲 那在這裏最主要呢 我相信大家能夠感受到它的半音階的這個進行 打破了原有的這種聲調式的音類排列 這種半音階的進行增強 它增加了這個樂曲很大的難度 好 等我們有機會的時候 再欣賞梅子函文學給大家帶來一個完整的一出片的音樂 好 謝謝梅子函文學 OK 好 下面我上面介紹的都是一些傳統的民族音樂 其實楊琪也可以演奏很多流行的西方古典的音樂 楊琪由於它具有12平均率的音序排列腿 所以各種轉調換調的陽性都很簡單 並且能夠在轉調換調後 還能導致有極好的俗力的音樂者 前一段時間 我本人也是湊熱腦 錄了一首今年的網紅歌曲 叫做《可可婆海的陸陽人》 下面我把這段視頻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聽一下用靈魂樂器演奏模型歌曲的感受 請大家欣賞楊琪海的《可可婆海的陸陽人》 請欣賞 我有一段時間 請詞詞曲已經在《可可婆海的陸陽人》 請大家欣賞 請大家請看 請くださ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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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